你知道为什么夏天会有蚊子吗?蚊子会惊人的原因是什么? 夏天是蚊子繁殖的高峰期 这是因为蚊子需要水和温暖的环境来孵化卵并发育成蚊子 蚊子的生命周期大约为10至30天 其中成蚊只生活两周左右 因此夏季高温潮湿的气候和人类生活的水源和废水排放提供了 大量繁殖和滋生的条件 蚊子惊人的原因是为了吸血 只有雌性蚊子需要吸血 因为它们需要血液中的蛋白质来发育卵子 当蚊子惊人时 它们将唾液注入惊咬部位 其中还有一种叫做抗凝血酶的物质 这种物质可以使人的血液不凝固 从而方便蚊子吸取血液 在抽取足够的血液后 蚊子会飞走开始寻找下一个宿主 虽然蚊子对人类的惊咬通常只是一种凡人的体验 但在某些情况下 蚊子可能会传播疾病 例如瘧疾 丝虫病和登革热等 因此 我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防止蚊子的叮咬 例如在室内使用蚊箱 穿长袖衣服 使用蚊帐等 同时 我们也应该保持家庭卫生 减少蚊子滋生的环境 例如清理积水 垃圾等 冷知识 蚊子的叮咬不仅会让人感到痒 而且还可能导致过敏反应 某些人对蚊子唾液中的化学物质比较敏感 会出现皮肤臊痒 水肿 红斑等过敏症状 此外 据说洗澡后被蚊子叮咬的几率会更高 因为洗澡后人体散发的气味会吸引蚊子 除了常见的防蚊措施 还有一些其他的小贴士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蚊子的叮咬 首先 我们可以选择穿一些防蚊衣物 例如长袖衣服 长裤 帽子等 以减少蚊子叮咬的机会 此外 一些专门的防蚊服装和配件 也可以有效地阻止蚊子叮咬 例如 一些防蚊服装会在面料中加入驱蚊剂 或者使用特殊的织物和设计来避免蚊子的叮咬 其次 我们可以考虑使用驱蚊剂来排除蚊子 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驱蚊剂产品 包括液体 喷雾 贴片等多种形式 其中一些驱蚊剂含有DEED 这是一种有效的防蚊剂 但长期使用可能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一定的危害 因此 在选择驱蚊剂时 我们需要注意产品的成分和使用方法 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健康状况进行选择 最后 我们还可以通过改善环境来减少蚊子的滋生 蚊子需要水和温暖的环境来孵化卵并发育成蚊子 因此 我们可以减少积水和垃圾等 可能成为蚊子滋生环境的物品 我们还可以通过使用蚊箱 电蚊拍等方法 来有效地杀死蚊子 从而减少蚊子的数量 总之 蚊子是夏季时常见的昆虫 而其叮咬可能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此 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预防蚊子叮咬 并保持环境的清洁和卫生 减少蚊子的滋生 蚊子如何消灭